斯蒂芬威廉·霍金1942年出生于英国牛津 他出生的那天正好是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日 霍金自己并不认为他的出生日期有任何的寓意 那只是成千少万人都在出生的普通一天 2018年3月14日 霍金离建桥的加州逝世 小年76岁 这一天正好是爱因斯坦139岁明代 《万物理论》是一部记录从霍金的少年时代到患病时期 他与第一任妻子之间固执的电影 2014年12月9日 《万物理论》首映李时 霍金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简怀尔德双双现身 霍金在观影时潸然泪下 霍金本人对电影的评价是Broadway True 其实现实的爱情 对于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来说 更为残酷和无解 小时候霍金的舅总喜欢不赢发问 不赢做各种事情 他的妹妹玛丽霍说 他处处喜欢拔肩 和霍金玩国际跳棋 我只赢过他一次 于是 他改玩国际象棋 我就再也没赢过他 17岁的霍金 获得了在牛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的机会 到了那里 霍金发现 这里希望你不需努力就才华横溢 而努力学习就意味着你是个庸才 这在牛津的词汇当中是最糟糕的字眼 霍金说 在牛津 我每天只学习一小时 我不是骄傲 但这在当时很流行 然而 他确实拿到了第一名 并在后来得以转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 学习宇宙学 那时候的霍金 风华正茂如同他的朋友们一样 精力充沛 雄心壮志 只是他时常眼影的感到行动不便 弯腰系携带也感觉到有些困难 走路一不小心就会撞在别的物体上 他都感觉到他的鬼不听自己指挥 说起话来也模糊不清 像喝醉了酒那样 他不愿承认自己哪里出了什么毛病 所以当时也没大赞苦 1963年今年即将来临 除夕之夜 霍金一家邀请了一些朋友前来参加他们举行的晚会 在这些朋友当中 有斯蒂芬的中学同学迈克尔秋奇 约翰马克莲纳汉 还有一些新朋友 那天晚上 希尔在德陆14号灯火通明 桌子上摆着雪莉酒和胡桃酒 但霍金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的病情越来越明显 行动不听使唤 常常使他在客人面前陷入尴尬的境地 就像电影中描述的那样 就在这天晚上的宴会上 霍金认识了一位叫做简怀尔德的姑娘 她被霍金机智的谈吐和怪异的举止所吸引 她觉得眼前的这位剑桥大学的研究生虽然有些怪 但很有魅力 她灿烂的笑容和美丽的灰眼睛迷住了我 他们很快堕入情网 就在相识仅仅一个月后 霍金被确诊为患游肌萎缩和左硬化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剑洞人症 医生告诉他最多还两年的时间可以存活 但简仍然不顾一切地与他恋爱 希望用爱情让霍金在谨慎的日子里过得充实、幸福 1965年 霍金拄着拐杖举行了婚礼 电影中的简面队和霍金的婚姻 显得那么笃定 她说 我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但是我爱她 而且她也爱我 我们要一起战斗这个疾病 我们所有人 随时而来的 是接下来漫长的25年婚姻 一天24小时 一周七天看护着霍金 推着轮椅带她到各地旅行 还要照顾三个孩子 操持其他家务 25年的时间 她看着她从默默无闻的研究生 变成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然而令人伤感的是 霍金与简的婚姻并不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他们的婚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面临压力 霍金夫妇几年前已经移居美国 在那里 他们头一次过上了意识无忧的生活 在他们婚姻的早期 简和霍金关于信仰的争论 还有点夫妻伴嘴的味道 但到后来这方面的冲突越来越激烈 具有伤害性 仿佛科学与信仰的战火烧进了婚姻的家门 每当简想跟霍金深入讨论关于信仰的话题时 无神论者的霍金都抱一嘲讽的微笑 这让他感到无比的不受尊重和绝望 随着霍金的名气越来越大 他的脾气越来越娇横 古怪 孩子气 贪图享乐 自我忠心 简也得了忧郁症 甚至有自杀倾向 霍金越来越重的病情 也成为了他们之间的负担 而且霍金总是拒绝一切外来的援助 大儿子罗伯特十岁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照料起伦理上的父亲 为了缓解巨大的家庭压力 简加入了教堂和唱团 并在教堂遇到了乐队指挥乔纳森琼斯 琼斯帮助简共同照顾霍金 两人在长时间的相处中见生情愫 霍金 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无疑是自信的 更或者是自傲的 以霍金的个性来看 这么骄傲的一个人 多年以来看到妻子的付出 而无以为报 哑忍妻子精神出轨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婚姻破裂的时候 我觉得全完了 地上裂开一个大洞 吞噬了我 但其实 两人在九十年代的分手并不如影片中的默默温情 而是跟所有原配离婚小三福正的故事一样狗血 1990年 霍金捐称爱上了照顾她的年轻私人护士伊莲 而跟简离婚 伊莲照顾霍金生活起居的同时 简渐渐地被排除在外简节里想挽回他们的婚姻 但无法接受霍金提出的跟家人和小蜜 轮流同居的条件 这场离婚官司持续了整整五年 1995年 霍金与伊莲结婚 两年后 简也与乔纳森琼斯结婚 用霍金自己的话说 她的第二次婚姻充满了激情和暴风骤雨 朋友和简以及他们的子女 更相信霍金的离婚是受到伊莲的挑拨和利用 并且婚后生活受到伊莲的控制 2006年 霍金和伊莲低调离婚 之后和简以及子女的关系有所修复 霍金因呼吸道感染病重 简还带着女儿到医院看护 简和霍金的交流逐渐重新变得通畅 虽然已经不在一起 但是简依然是霍金生命中的一部分 二人在借桥的家只相隔了10分钟的路程 所以当简在借桥时 他们还会在一起吃饭 并和孩子们一道度过美好时光 一个擦拭眼镜的动作 从年轻时的充满爱意 到最后的平凡照料 21年的情感常和理 付出和排版一直都在